我們就走吧 我是徐濤 1993年在台灣台北出生 現在在北京已經創業三年多了 我們要做的就是為自由職業者服務的一個平台 所有雇主 當他今天需要人的時候 他直接在我APP上預約人 然後當天人就能夠到 直接自動的打卡 自動開始工作 自動結算薪資 然後人就離開 實際上現在我們在做的是 藍領或是輝領工作者為主 服務員洗碗工 收銀員禮貨員 大家會認為這些行業相對低端 我們如何改變這個社會形象 我們如何改變大家對這個行業的印象 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要讓這個社會各行各業都更有尊嚴 都更體面 當我去台灣讀書的時候 我就刻意地去留意了一些台灣青年 所以我就發現台灣青年和大陸青年 實際上真實存在的就是各自的優勢 因為整個教育方式不同 包括整個生活環境也不一樣 所以說他會了解到很多一些 我們了解不到的一些東西 或者不去那麼去思考的點 那我們有的思考點他們也不具備 他其實能選擇比較多 包括去美國去日本 他最終選擇了大陸 當時問我 他們說未來的市場就是大陸 沒有比其他的市場 不比大陸的市場更大 我們最開始階段專攻學生群體 當時速度很快 大量招募業務人員 整個B端 C端 也就是商戶這一端 還有工作者這段增加速度都特別的快 那時候覺得說那創業太容易了 後來發現我們太單純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期中期末考 結果學生就不工作 這些餐飲B&M的用戶打過來罵我們 罵說你們這個答應我們要做到的事 人要到什麼人都不見了 遇到這樣困難之後 我們才修正我們的業務模型 我們跟所有的用戶道歉 暫停服務 2019年的大概9月10月的時間 我們終於找到現在這個新的模式 就是以商券為基礎 然後不同的時間段 然後工作者全職 這樣互相地匹配的這個模式 你看12點鐘開始 咱們到2點 就是我們餐飲的一個高峰 說他們需要來幫個忙的話 我說我覺得我們特別歡迎 特別歡迎 因為我們客戶基本上都是餐飲行業 超市超商還有酒店 但是撐下去之後 我們現在重新開始運營的時候 重新打市場 他的心態是很好的 這一點是 其實包括我們最終能夠長遠合度的 很關鍵的意思 北京這個社會的環境還是很可愛 為什麼很可愛 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發生在這一座城市當中 那這件事情給我感覺好像我參與在這時代的變化的核心點 我帶出來了 那天啊 猎 你 有